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吾尔族母亲凯利比诺尔于几年前移居土耳其 以逃避中国的镇压 2016年凯利比诺尔和她的丈夫阿布都热赫曼 持中国护照成功抵达土耳其 当时她怀了第七个孩子 她的丈夫阿布都热赫曼返回家乡 试图将留在东突厥斯坦的五个孩子带到土耳其 她申请护照并在短时间内买了机票 当他们离开中国海关时 她被中国警察带走 此后凯利比诺尔无法与其丈夫和五个孩子取得联系 香港财政司预计 香港2019年度财政会出现赤字 这将是15年来的首次 香港财政司司长程茂波 星期一在立法会说 2019年香港经济将收缩1.3% 将使得香港通常中域的财政状况受到打击 程茂波说 由于经济环境转查 税收及售卖土地收入减少 加上推行对香港市民的纾困措施 政府将在本财年出现财政赤字 与此同时 数据显示随着香港社会的暴力升级 今年10月到香港旅游的人数减少了创纪录的46% 许多香港市民也申请台湾居留证 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技术公司ComparyTate分析 世界上人均安全摄像机数量最多的城市是重庆 重庆是中国西南部约1500万人的城市 重庆大约有258万个安全摄像机 平均每6个人有一个摄像头 根据该公司涵盖120个城市的清单 人口相近的伊斯坦布尔排在第25位 有107000个摄像机 每1000人有7.15台摄像机 俄罗斯却准备将自己的国家百科全书在线发布 以代替大规模在线百科全书 普京上月在一个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学生经常使用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其中包括来自维基百科的信息 应当建立一个大俄罗斯电子百科全书 来取代维基百科 给出更优质可靠的信息 政府的声明强调说 该倡议将使公众能够获得具有科学 批准来源的不断更新的信息 普京提议使用电子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 而不是维基百科 它是苏联百科全书的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